第2的3提,丁丁将剩下装有500毫升绿化钠水溶液的烧杯,再加入500毫升的水,则新的绿化钠水溶液的墨浓度为多少? 我们一个方法是,如果数学好,我们可以直接用笔的方法算,我们的大M是体积分支墨,我们加水稀释,我们溶质的墨数不会改变, 那么体积从500毫升再加500毫升,所以体积就会变成两倍,所以墨浓度会变成一半二分之一,所以原来是两大M变成一半之后就会变成一大M, 这个是我们如果数学好,我们就直接用笔的方法就可以知道,那再来一个就是补习班老师喜欢教的方法,这叫做加水稀释,他同样的公式带两遍,大M就是体积分支墨, 那么我们现在原来是两大M,我们的体积500毫升是0.5公升,所以我们的墨就是2乘以0.5,那么也就是我们有一墨, 那么我们的keyword还是一样,就是加水稀释的时候原来溶质的墨数不变,我们就再带一次公式,大M就等于体积分支墨,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墨,那么体积是有500毫升再加500毫升就是1000毫升, 1000毫升就是1公升,水算出来就是1大M,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答案都是1大M, 第二个三题问我们说,则新的氯化钠水容易的墨浓度为多少,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1大M,